如果你是第一次来这个频道的话呢 嗨,你好,我是Anima 我是一个素颜恐惧症患者 AKA全遮瑕粉底上瘾症患者 没错,我们今天要开箱的就是来自 Juvia's Place的全遮瑕粉底跟它的遮瑕膏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出了全遮瑕粉底又要出遮瑕膏 Anyway,遮瑕就是赞 如果你还不知道什么是Juvia's Place的话呢 你可以去看这部这部跟这部影片 Juvia's Place的卖点就在它们的高潮的显色度 那它们出的粉底是不是也是非常的高潮遮瑕呢 这个粉底呢,跟我以往用过的不太一样 因为它是这种挤压式的类型 然后非常厉害的是它们出了42种粉底色号 我的天哪 在它的官方网站上面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小功能就是 你可以查询自己属于什么样的肤色 然后它可以给你相应的色号 像我的肤色的话就属于是Light Kingdom 然后我的肤色应该是属于Fair吧 你的噩梦从这里开始 然后它会问你的肤色是属于冷色调 自然色调还是暖色调 我的话应该是属于自然色调 然后这边它就会推荐你三个色号 我选的是Marisol 740 等等就会740 我今天也会顺便开箱这一盘 The Nubian by Juvius 因为这一盘当时要在特价 好像是五折还是四折 超级便宜 所以我就买下来了 OK话不多说,我们来上底妆吧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的频道呢 你可能不知道 我从来就没有真的素颜过 你现在看到的画面呢,你可能会觉得 阿尼玛的素颜怎么这么好看,这么漂亮 没有人这样想 其实我已经用遮瑕把我脸上的痘痘都遮一遍了 我还加了滤镜呢 来,大家看看 我可以允许把滤镜关掉一半 我的皮肤最近真的有点差 非常的可怕 现在我们就要看看Juvius Place 有没有办法把这些可怕的痘疤都遮起来呢 OK 里面还没开 哦 我想象中的全遮瑕粉底是非常高状 但是它不会耶 它还是蛮液态的 OMG我挤太多了,怎么办 哦 是不是太白了 太白了 我没有看过颜色这么浅 还可以这么遮瑕的粉底耶 你看我的嘴唇 哦 我的天啊 太白了 我挤了一堆出来 我只用了一滴 怎么办啊 这已经是cosplay等级的了 哦 这个色号是100 这个色号是740 你选了最浅的那个 呵呵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 不自量力的人 还是会选错色号的 我一直想要当白复美 但是不复不美就算了 现在我还不够白 没关系我可以继续欺骗自己 winner 这个遮瑕力度强到 可以把你的黑历史给遮掉 欸 你有酸鸣跟讨厌的清漆吗 用juvia's Place 把它遮嚼 遮掉吧 family review 遮瑕通常容量都超小的 這一瓶有10ml 很多耶 然後粉底液是30ml 剛剛忘了說價錢 粉底的話是20塊美金 但是我買的時候它 半價是10塊美金 然後之後起來是14塊 也是半價的時候買的7塊錢 雖然我買錯色號了 我們來看看 怎麼那麼難開啊 哈囉 這怎麼開 開了開了 它只是有點緊 真的很大隻耶 哇靠 好粗 我買錯的這個色號是 23號是它們裡面 第二白的 我真的是太看得起我自己了 這個遮瑕力更厲害耶 哇一遮還比一遮遮耶 我根本就可以直接去當大蛇丸啦 它的遮瑕搭配它的粉底上起來還 還蠻舒服的耶 不會說它遮瑕力很夠就變得很乾 就是色號買錯了 我在幹嘛 接下來我們上了點定妝 它們本身也有賣定妝粉 但是我沒有買 因為我這個 LORA MACILE的還有非常的多 然後再拿一個乾淨的大刷子 把臉上多餘的粉給掃掉 天啊我真的好像一張白紙喔 我感覺我可以在我臉上做任何的畫 哇 Oh my God 我快要跟我的牆壁融為一體了 OK 接下來是我們的菜盤啦 這一盤的Nubium by Juvias呢 它裡面都是大地 這樣看起來我的臉好可怕 它裡面都是大地色系的 好好看喔 這個日常就很好用了吧 首先我們用這個帶有一點珠光的打底色 Oh my God 好美喔 就算是淺色它也是這麼的顯色耶 那是因為你粉底太白了 噢好看 接下來用這個帶有一點珠光的鑽紅色 在眼頭這邊也上一點 嗯嗯 欸 有臉我還沒畫眉毛啊 難怪我感覺怪怪的 你本來就怪怪的 接下來是這個帶有一點玫瑰色的 淺大地珠光色 上在這個部分 噢 閃耀吧女孩 噢好好看喔 接下來用這個深一點的鑽色 稍微加強這眼尾的地方就好了 嗯哼 這個深鑽色會飛粉 沒有眉毛看起來真的很奇怪 乾脆用最盤上眉毛好了 我用這個淺棕色上在眉頭 接下來用這個巧克力色 上在眉中的部分 最後是這個最深的深棕色 哇 這真的好深喔 而且感覺它已經有一點膏狀了 上在眉尾 哇靠 好深喔 那是因為你身體太白了 OK 我的臉現在看起來非常的沒有立體度 天啊 我們來上一點鼻影好了 用我們的MAYBELLINE的FASHION BROWN 破掉的蓋子 平常我是這兩個顏色 穿在一起用 但是今天的話 我們用最下面這個 那是因為你身體太白了 打上一些鼻影 OK有鼻子了 把雙下巴修掉 接下來用大一點的刷子 稍微的把臉上的溫度給帶回來一些 OK 有點帶不回來 我們等一下用腮紅 而且我剛剛這麼賣力 而在臉上刷 它好像沒有掉粉的跡象 OK 滿好的 滿服貼的 另外一隻眼睛呢 我們來畫別的顏色 首先用這個淺棕色來打底 Oh my god 太顯色 OK 接下來我們用這個 帶有一點珠光的深巧克力色 我很怕這種顏色 因為很難控制 我努力看看 這應該是要大煙燻的節奏了吧 Oh my god 接下來我們用回這個淺棕色 把最外層的地方漸層出去 像這樣子 下眼影 漸層出去 OK 接下來我們用這個 最深的顏色 上在我們眼角最內層的地方 OK 我覺得我這邊的眉毛 再更往外延展一點 接下來我會用這個 金銅色的珠光眼影 好期待喔 上在中間的部分 天哪 接下來是這個 舊金色 這感覺也很厲害 上在內眼角的地方 Oh my god Juvius Peace的顯色度 我真的是沒有在跟你開玩笑的耶 真的太好看了 我的天哪 OK 接下來是眼線啦 畫一點假睫毛好了 這邊的眼線畫太低了 什麼鬼啊 其實好像還可以吧 我的眼線也不能畫太高啦 因為我的內霜非常的重 接下來是腮紅 帶回一點血色 唇膏兩邊上不同的感覺好了 橘色亮亮的 鼻子好癢喔 我定妝幹嘛 大家覺得今天的開箱 如何呢 記得我們今天是開箱 看顏色 不是看技術好嗎 我知道你們有九成的人 是沒有在化妝的 你們都是來看我崩潰的 不是嗎 今天的崩潰有讓你滿意嗎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請按下方按一個讚 那如果還沒訂閱按鈕的話 請把喜歡的紅色按鈕做下去 然後把這個影片分享 給你所有的素顏恐懼症朋友 Like me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Bye